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把网状的部分 跟这个就是特别量测小朋友手的大小的部分 可以合在一起 那我们先看到它的做法就是 先选这个颜色范围 手的整个颜色范围选完之后 这边眼睛就可以关起来了 然后到这一层 到网状物的这一层 按复制 按贴上 好,新的图层里头就做好了 好,那我们如果 因为我们要做复具嘛 我们要有个边缘怎么做 再回到这一层 然后按 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一层 就选取,选错了 Ctrl D 我们再回到这里 选取这个外框 然后一样开个新的图层 好,开个新的图层 然后呢,因为我的内建我要黑色 这边点一下黑色 好,然后按编辑 好,笔画 好,那要看你要的粗细哦 譬如说我要20 我希望是20 往内部20 你看一下这一层 这样就会有一个框线 然后我们到时候把这一层关起来 好,这样子做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框线的 那如果你嫌这个框线太小的话 看起来是有点细哦 再把这个去掉 好,我们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好,开 这一层 好,把它打开 这边先选嘛 选它外观 然后再开一层 好,开一层之后 编辑 比划 好,那刚才20 看起来太细 好,40 好,因为怕做出来的辅具会断掉 然后这里打开 好,下面的眼睛 好,都可以关起来了 诶,这个 好,这样子 这样就完成了 好,这一层 这一层可以看一下 好,这一层打开 这样子就整个就做好了 好,好,谢谢大家